二战中期 德军的装甲部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他们的坦克数量远远不及苏军 他们的装甲师也失去了往日的风采 在第三次哈尔科夫战役中 他们投入了13个装甲师和摩托画师 但是最后统计出来的坦克只有800多辆 这让德军怀念起了过去的辉煌 那时候一个装甲集团就能轻松拿出千余辆坦克 但是现在德军已经没有了那样的实力 他们只能进行机动防御 用坦克兼机车来抵挡苏军的进攻 而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 就是关于德国最优秀的坦克兼机车之一 追列者坦克兼机车 提到德国的坦克兼机车 大家可能会想到斐迪南坦克兼机车 这是一种配备了 派43二型88毫米反坦克炮的强大战车 在库尔斯克战役中表现出色 能够轻松击穿敌人的坦克 当然 还有一些其他的坦克兼机车 比如三号突击炮 四号突击炮 犀牛突击炮等等 这些都是很常见的存在了 但是追列者坦克兼机车却不同 它是一种用38T轻型坦克改造出来的神奇战车 在二战中创造了无数奇迹 那么它怎么就成了德国最优秀的坦克兼机车呢 我们将视角来到1944年的6月 在东线战场上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追击战 57辆苏军的T34坦克 竟然被德军仅仅三四辆神秘的战车 追杀了160多公里 一路上炮火不断 硝烟弥漫 与此同时 在西线战场上 美军的市场花园行动也遭遇了强大的阻击 一辆不知名的德军战车 以其低矮的身形和强大的火力 将美军的M4谢尔曼坦克压制得毫无还手之力 据苏军的战报称 这辆战车甚至能够在0.3英里的距离上 一炮击穿IS-2重型坦克的装甲 这样的武器 让盟军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 他们纷纷猜测 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难道是传说中的新式虎豹坦克 但是三号突击炮又怎么会有这样的威力呢 而且这辆战车还跑得飞快 像一只黑豹一样在战场上穿梭 让T-34坦克无处可逃 他们仿佛看到了一个黑色幽灵 在夜幕下肆意屠杀 但实际上 这辆战车并不是虎豹坦克 而是德军用38T坦克改造出来的一款廉价产品 它就是追猎者坦克兼机车 它的设计思路简单而有效 就是用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效果 德国在二战中 一直渴望拥有一款速度快 撞甲后 火力强的战车 能够在战场上横行无击 他们希望这款战车能够达到 50至60千米每小时的速度 装备一门与4号坦克相同的 75毫米帕克39型坦克炮 还要有足够的装甲保护 这样的要求 让德国的设计师们头疼不已 最后 他们找到了一家叫做BMM的公司 让他们来完成这个任务 但是BMM并不是专业的 坦克兼机车制造商 他们最擅长的是生产 38T轻型坦克 他们没有任何坦克兼机车的设计经验 也没有什么创新的思路 他们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用38T坦克的底盘 来改造出一款新型的战车 于是 他们就这样开始了他们的工作 令人惊讶的是 他们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就完成了一个木制的比例模型 并交给了德国武器装备局 这个模型上 安装了一门75毫米的 帕克39L48坦克炮 这是一门非常强大的火炮 在4号坦克上也有使用 它能够发射各种类型的弹药 包括被冒穿假弹 无心穿假弹 和空心装药破甲弹 这些弹药都有着惊人的穿透力 在1000米距离上 可以轻松击穿85毫米 至100毫米厚的装甲 即使是苏军最强大的IS-2重型坦克 在它面前也不堪一击 只要距离在500米以内 它就能够一炮将IS-2打成晒子 连同里面的车组成员一起送上西天 追猎者 坦克兼机车不仅火力强大 而且防御力也不容小觑 它的正面装甲厚达60毫米 而且还有60度的斜角 让敌人的弹药很难命中 它的侧面装甲也有60毫米 斜角也达到了40度 这样的防护能力 已经和中型坦克相当了 因为是轻型坦克改出来的坦克兼机车 所以说追猎者坦克兼机车的外形是相当的低矮 追猎者的车体长度 在计算炮管长度的情况下是6.3米 车体宽度在包括裙甲时是2.1米 车体高度把机枪都算上也才2.1米 甚至是火炮距离地面的高度也才1.4米 就凭着低矮的外形来看 追猎者坦克兼机车放到二战里 也是出了名的低矮 矮到没有朋友的那种 当然了 低矮有低矮的好处 追猎者坦克兼机车是基于轻型坦克研发的 所以它在自身低矮的同时 自然是把重量冗余都用来加强自己的防护能力上了 过去 BMM公司曾经研发过黄鼠狼三型自行反坦克炮 所以在吸取黄鼠狼三型自行反坦克炮的失败经验之后 就是敞篷式战斗式 害得车组成员在燃烧瓶面前变成了德国烤肉 所以这致使了 追猎者坦克兼机车自然就采用了无炮塔封闭战斗式 好处就是车组成员再也不用担心燃烧瓶了 缺点就是4名车组成员在里面会非常的拥挤 但总好过被烧成德国烤肉 需要指出的是 追猎者坦克兼机车的防护能力 已经是直逼许多重型坦克 这大幅度保证了它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 但作为缺点就是它的装甲最薄弱处仅有8毫米 但是它的最高时速可以达到60千米 这是一般坦克无法比拟的 可考虑到它是个执行防守任务的坦克兼机车 基本是靠正脸吃饭 那这点防护缺失到也算不上什么了 追猎者坦克兼机车不仅战斗力强 而且生产速度快 它从涉及到定型生产 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这是一个惊人的记录 就算是虎式坦克也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完成 而且追猎者坦克兼机车的产量 也远远超过了虎式坦克 一年就造了2584辆 成为了德军的生产之王 那么为什么它能够这么快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它就是用38T轻型坦克改造出来的 38T轻型坦克是杰克斯洛伐克的产品 德国在吞并了杰克斯洛伐克后 就得到了它的生产线 这种坦克在二战初期还有一定的作用 但到了后期就完全不堪一击了 所以BMM公司就直接拿它来改造 用4号坦克的炮管和底盘 就造出了一款新型的战车 这样一来 生产工时和成本都大大降低了 4号坦克要用3万小时才能造出一辆 而追猎者坦克兼机车只要3000小时就够了 并且它的花费也只有4号坦克的三分之二 这样的低成本高效率的战车让人感到很奇怪 因为德国一直都是以造出超重超大的大家伙而闻名 他们从不在乎成本和效率 怎么突然就造出了这样一款战车呢 其实这并不是德国有意为之 而是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二战初期 德国的装甲部队非常强大 他们拥有各种型号的坦克 兼机车和自行突击炮 能够在战场上打败任何敌人 他们并不在乎装甲的消耗 也不在乎成本和效率 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要用38T轻型坦克 来改造出一款新型的自行突击炮 因为他们已经有了三号突击炮 这是一款非常优秀的战车 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 但是1943年10月26日 一切都改变了 那一天 柏林遭到了盟军的空袭 阿尔卡特公司的三号突击炮生产线被摧毁了 这让德军陷入了困境 他们没有了三号突击炮 前线的作战怎么办 他们急需找到一种新的武器 来弥补三号突击炮的缺失 这时候 他们才想起了38T轻型坦克 所以BMM公司就用它来改造 用四号坦克的炮管和底盘 就造出了一款新型的自行突击炮 这就是追猎者坦克兼机车 一款低价高产的神奇战车 自从1943年以后 德军就失去了战略主动权 他们只能进行防御战 面对苏军数量众多的T34坦克 他们需要一种便宜 耐用好生产的武器 追猎者 坦克兼机车就是他们的最佳选择 如果没有这款战车的出现 德军可能早就被盟军的坦克压垮了 他的火炮能够轻松击穿盟军的任何坦克 他的机动性能够让他在战场上灵活转换位置 他的设计思路也非常先进 就是用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效果 曾经有一个追猎者坦克兼机车 在一天之内行驶160公里 而无任何故障 消灭苏军57辆坦克的傲人战绩 可以说 在德国装甲部队那些故障频发的装备里 追猎者坦克兼机车的可靠性和战绩都达到了最佳 即使是战后 美国军方也对这种坦克兼机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认为它是德军最好的坦克兼机车之一 如果能够早一点出现 或许就能够改变战争的局面 这样的评价 来自于曾经的敌人 无疑是对追猎者坦克兼机车最大的赞扬和褒奖了 虽然德国已经战败了 但是追猎者坦克兼机车却留下了不朽的传奇 这款战车在战争结束后 还继续在许多国家服役 比如捷克斯洛伐克 瑞典等 谢谢大家观看 希望大家订阅这个油管 说历史频道 我们下期见